人生鼎沸櫃台前大牌长龙 百货中年庆看不出不景气 逐记处公布2014年国富统计 每户平均资产1099万 换算身价每个人值393万 比前一年多了32万 但一般民众有感吗 里程人当然很辛苦 用一个平均数字公布出来 是有很大的一个盲点 说明白一般民众越胡越苦 从205年6月开始 景气灯号连10栏 超越金融海啸 仅次于网路泡沫化连15栏 登上史上第二场 今年一整年都值得看旅 但是以目前世界经济情势来看的话 并不是非常乐观 已经是一种世界上的一种 可能性的自然衰退 各国的金融服务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 也彼此之间没有金融桥 这波不景气恐怕成为常态 专家开药方 强振风灾毁了民众一身心血 从房灾建设开始 经济复苏比转型更重要 有关房灾 然后做一些这种 大的这样的一个财政支出规划的话 它能够帮助民间企业 提高生产利纳方面的支出 提高内需以外 签署区域贸易协定 台商才能把柄做大 国际上的这些协定啦 等等 那这个也是应该尽量的去争取 降低税收上的一种成本 然后提高我们的优势 就怕南境景气春宴 台湾产业要拼转股 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后 将是慢慢长路 东南才新闻成品房张博湘台北报道